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 作者是美国的雍学斯卡 翻译方素珍 这本书是由三只三出版社出品 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 每个人都知道三只小猪的故事 至少他们认为他们知道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 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真相 因为没有人听过我这一边的说法 我是一只狼 名叫亚历山大 你可以叫我的小名阿力 我不知道坏蛋大野狼的故事 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但是啊 那都是错的 嗯 也许 那跟我们吃的东西有关系吧 狼 喜欢吃小兔子 小羊 和小猪 这一类可爱的动物 这可不是我的错啊 我们天生就是这样嘛 啊 祭司汉堡也很可爱啊 你喜欢吃汉堡 那么 大家也可以说你是大坏蛋咯 唉 就像我说的 这个坏蛋大野狼的故事 是错的 真实的故事 是一个喷嚏和一杯糖引起的 很久很久以前啊 当我为亲爱的奶奶 做生日蛋糕的时候 正好得了重感冒 我一直打喷嚏 更巧的是啊 我的糖刚好用完了 于是我出门 去向邻居借一杯糖 这个邻居 刚好是一只猪 而且啊 不是很聪明的那种猪 他用稻草盖了一间房子 你想想 哪个脑筋正常的家伙 会用稻草盖房子呢 我才敲了一下门 那扇稻草座的门啊 啪一声就掉下来 散了一地 我可不想就这样走进去 所以我在门口喊 哎 小猪 小猪 你在家吗 可是 没有任何回答 我正想走回家 打算为奶奶做一个不加糖的生日蛋糕 这时候 我的鼻子开始发痒了 我觉得 有个喷嚏要冲出来了 真是讨厌 我的鼻子啊 就这样 我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啊 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那间稻草盖的房子 竟然被我吹倒了 草堆的正中央 躺着一只小猪 它死了 原来它就一直待在里面嘛 哎 对于狼来说 如果舍弃了草堆里这块上好的猪肉 那是很丢脸的事 所以 我就把它吃掉了 就当作 那是一个好大的起司汉堡呗 哎 我觉得舒服多了 但是 我还是缺少一杯糖啊 所以 我走到另一个邻居的家 这个邻居啊 是第一只小猪的弟弟 他比较聪明一点 但是也没聪明多少 因为他用树枝盖房子 我敲敲门 因为我很有礼貌 可是没有回答 我就喊 猪先生 猪先生 你在家吗 我就听到他大吼 走开 你这只狼 你不能进来 我正在刮胡子呢 当时啊 我觉得 又一个喷嚏 要冲出来的时候 我正紧紧的抓住门把 讨厌的是 我的鼻子又很痒 我试着要把嘴巴污起来 但是 我又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你一定不相信 这个家伙的房子也被我吹倒了 就跟他哥哥的房子一样 当灰尘都散开以后啊 我看到这只猪 也死了 哎哟 我的天啊 接下来 又是我们狼的面子问题了 如果你把食物丢弃在外面 它很快就会腐烂 所以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再吃一顿晚餐 就当作是 再来一份起司汉堡吧 我的感冒好多了 但是 我还是没有糖 可以为奶奶做生日蛋糕 所以 我走到另一个邻居的家 这个家伙 是那两只小猪的弟弟 哎 他一定是家族里 最聪明的一只猪 他是用砖头盖房子的 我就敲敲门 没有回答 我就喊了 猪先生 猪先生 你在家吗 你知道那只 没有礼貌的猪 他是怎么回答的吗 他说 走开啦 你这只野狼 不要再来烦我了 他真是太不礼貌了 也许他有一大袋的糖 却不肯借我一小杯 哼 他真是一只猪 我正想要离开 打算回去做一张生日卡片 不做生日蛋糕了 可这时候 我的感冲又发作了 更气的是啊 我的鼻子真的好痒 我又 我又打了一个大喷嚏 猪小弟 猪小弟大叫 喂 你那个又老又丑的奶奶 不是只吃肉吗 吃什么蛋糕 你不要骗我啦 我绝对不会开门 我一直是很冷静的 但是当他这样说我的奶奶 我就开始抓狂了 当警察围过来的时候 我正要打破猪小弟的大门 在整个过程中呢 我的鼻子也一直痒痒的 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不停地打喷嚏 所以 接下来的故事 就像他们讲的那样了 当记者们知道 我把两只小猪当做晚餐吃掉了 他们都认为啊 一个生病的家伙 要去借一杯糖 这种事听起来 一点也不刺激 所以 他们就把故事夸大 扭曲了 一只大野狼狠狠地吹 吹吹吹 吹倒了小猪的房子 从此以后 他们就认定了 我是坏蛋大野狼 真实的故事就是这样 我是被冤枉的 对了 下次也许可以换你 借我一杯糖 嘿嘿嘿 好了 小耳朵啊 这个故事呢 花拔就给你讲完了 是不是跟你听过的三只小猪很不一样呢 大野狼也许是逼不得已的 嗯 原来同一件事情啊 也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角度 值得我们去思考 去辨别 那么 你比较相信小猪还是相信大野狼的说法呢 来底下留言 跟花拔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吧 我们留言里见 晚安